為什麼狼沒有一起植入 一起懷孕其實一點都不浪漫 如果兩個孕婦都這樣的話 沒有人照顧我覺得是非常可怕的 孕吐沒有很舒服 如果兩個一起孕吐 真的是 互相影響 原本沒要吐的聽到都吐什麼 而且你可能兩個人還吐不一樣的東西 這不是很可怕嗎 這次很災難耶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 頻道是兔兔 狼 自從上次我已經做了植入之後 我最好奇這系列的影片就是受到大家 廣大的迴響 歡迎 恭喜 歡迎 恭喜 大家滿喜歡這系列的影片 所以說其實有很多問題啦 那我們也詢問了大家 然後把這些問題統整一次 有很多問題其實是曾經重複過的 可是因為也重複被問了好幾次 那我們覺得說就在這次的QA裡面 再給大家一次解答 開問 來唷 第一部分 費用 直接就進入這個非常 殘酷的題目 對對對 沒有錢萬萬不能 第一個 建議要預備多少錢 再開始執行人工升職 這一件事情呢 其實有這個漲價前與漲價後 因為大家知道疫情過後 我們其實整個 全世界都通貨膨脹 對於是美國通貨不上 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在美國這邊做 其實就漲價了不少 所以建議預備多少錢 我們算完就是一胎 大概大約至少準備一百五十萬 至少 還不含到美國的十億住行 生活費要在另外一家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品質不同 對 那個費用不同 那這個一百五十萬裡面 可能就包含 你的動染費用 軟脂輸出費用 你購買精子的費用 植入的療程 結合 用藥 最後這些試管嬰兒的東西 也包含在裡面 大約是一百五十萬 第二個 人工升職總花費大約是多少 我們兩個是因為剛好卡在通貨膨脹之前 所以說我們的費用少蠻多了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費用 兩個人的費用加起來大概是一百五十萬 但這一百五十萬雖然是兩個人費用 但是比如說軟脂的運送是一套的費用 然後精子套餐是一套的費用 很多都是因為共用才會有比較便宜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單身女生要用自己去做 那些全部的費用都是自己一個人就要抓進去 但具體的費用可能還是要直接問RSMC現在費用是多少 第二大題是 植入相關 人工升職整個流程大約需要多長時間 動軟兩週 我可以算它一個月好了 因為你可能要休息啊幹嘛的 對你可能月經週期什麼算的很奇怪 然後我們的軟子 從台灣輸出到美國RSMC收到花費了五個月 我們實際是五個月 所以這樣就已經六個月 到了美國之後要打接近一個月的針 這道植入至少花七個月 第二題 植入需要在美國總共停留多長時間 多久可以回台灣 這部分我們有問過RSMC 就是時間大概最短是三週左右 重點是移植完成之後他們強烈建議是要 待兩天 身體沒有什麼狀況就可以回去了 我待超過三週 所以我植入之後還是會回去做檢查 那其實就會檢查到 例如說病痛不足啊 就可以及時做調整 也是有你待長的好處啦 緊密的監控 幫你植入的這個機構做聯繫 你這樣就會很快可以調整 當然代價就是 成本啦 生活費 植入前一共打了幾支針 請看我們的VCR去整理的這些針頭 接下來要來梳一下刀皮打的 什麼是針 針頭裡面全部都是 你到美國之後才打的喔 但是我們比較算灰色的啦 粉紅色是抽藥的 對 我把粉紅色直接丟進去喔 好嗎 好啦 大概就是打這些針 然後後面還要再打幾天 還要再打兩週 兩週這樣是14加4 18支 你還有18支要你打 那18支要你打 那現在這裡幾支呢 加7 90 57針 目前57針 還有你的肚鼻增加7 64 目前64再加18 這樣是多少 82 好我們總共打了82個針 打針沒有辦法算植入前 因為你植入前打完針之後 你植入後要繼續打 一直打到 配胎滿10週 那可能調整 就像我剛剛提到運同的時候 他能變少 但像是我就是 打了八十二週 對 他沒辦法變少 他才一變少 就馬上被要求要打回來 欠打 每個人不一樣 欠打 植入前針劑跟用藥 會不會有後遺症 RSMC的說法是 美國用藥其實是比較天然的 身體比較容易代謝 造成的副作用影響比較小 那我自己的要稱副作用嗎 其實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 我之前吃運同的時候 會瘋狂想睡覺 除此之外有什麼暈啊 或者是你覺得身體就是因為吃癢 然後有不舒服反應的 還好就是那個 口服運同真的是 很想睡 睡前 睡前才吃喔 來下一題 沒有植入的胚胎會怎麼處理 沒有植入的胚胎就是由你決定 看你是否要保存它還是你要把它廢棄 保存的話會有保存費用 這是一個冷凍費 然後你就自行決定什麼時候要去拋棄它 像我們的話是覺得說 就是我36歲 如果我決定不可以再生了 那我們就是把它拋棄了 可以一次植入兩個胚胎做雙胞胎嗎 植入兩顆胚胎有沒有風險 這邊問到了 SMC說 有風險 那具體的風險它其實會給你一份風險書名 這個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狀況 SMC是尊重尊爸媽的想法 如果說你知道風險 然後你還是要做兩顆 那他們也會繼續幫你做兩顆 我知道雙胞胎有好有壞 好處就是說一次就是產出兩個 那我們可以少一些花費 可是因為雙胞胎讓我們壓力有點大 第一就是你要同時照顧兩個年紀一樣大 小朋友啊 然後你在懷孕的時候其實風險也很大 風險說明書上面有時候 基本上雙胞胎 蠻容易早產的 我覺得這樣對孕婦就負擔很大 然後你肚子又很大 我光生一個寶寶我就覺得有夠害怕的 然後你要我在肚子裡面放兩個 我心理壓力會很大啦 對我們已經覺得懷孕很辛苦 我們是希望對方在懷孕的這個過程 能夠盡量的舒適 再來 價格上有沒有差異 這個呢也幫大家問過RSMC確認了 如果說假設兔兔他要植入兩顆胚胎 都是自己的 那就是一次植入的費用 但是如果兔兔要植入一顆他的 一顆我的 那這樣的話植入部分不會有費用 但是會新增一個2000美金的解凍費 想像你們的那個受精軟在不同的艙就對了 對 如果說我的話 只是從同一個艙裡面打開抓兩個出來 那你只要開兩個艙就要費用不一樣 ok 下一題 植入會麻醉嗎?會痛嗎? 是不是類似陰道超音波的感覺 我來回答 真的是沒什麼感覺 然後不需要打麻醉 會拿一個那個鴨嘴把陰道口撐開而已 平常大家如果有用過鴨嘴的話 就是那樣子 剩下他植入的東西非常的細 完全不需要麻醉 沒什麼感覺的 好的 植入前後的注意事項有什麼? 這個我們在植入那支影片其實就說明了 那你在植入前啊 SMC也會告訴你說 植入當天植入後24小時 跟植入後48小時該注意的事項有哪一些 就可以看那支影片 對 完整說明 如果兩個人是同一天植入 預產期是同一天嗎? 預產期算法其實跟你胚胎培養到幾天 有限三天有限五天 如果說胚胎天數一樣大的話 同一天植入原則上 預產期是同一天 但是預產期不代表寶寶真正出生的日子 你知道我有看過那個很多人說 真的在預產期出生的人少之又少 真的 實際還是寶寶的狀況啦 媽媽狀況這樣 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哪裡可以做人工生殖? 我們聽說亞洲的話是日本柬埔寨 好像泰國 有人去澳洲 然後歐洲國家跟美國是比較多 我們常聽到有人去做的國家 大家也可以上網查一下有哪些地方可以去 ISMC是不是有亞洲的分院? ISMC在亞洲沒有直屬的分院 但是他們在中國上海設立了直屬分公司 主要是負責亞太地區的前期諮詢 所有的醫療流程還是要到美國 下一題 會在台灣就聯繫好哪一位醫師嗎? 會 我們其實那時候是ISMC就安排醫生給我們 然後我們真正去美國之前還要先跟醫生做線上的診療 他要知道你的一些狀況 就是知道一些你們怎麼做的決定 人工生殖在美國還有台灣的差異會很大嗎? 我們後來有發現其實是有差異的 但其實差異不大 主要的話是用藥的差異 跟一些注意事項的差異 我們在美國這邊他都會建議說 植入後 能做就不要走 能躺就不要坐 嗯 什麼意思? 嗯 什麼意思? 嗯 意思就是說盡量躺平 然後盡量不要勞動 那當然這些不一定有人會這樣建議 甚至有人就說 喔你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就可以走了這樣 或者是用藥的話也有差異 因為像是我是植入之後還是持續的注射 台灣的部分的話好像 也是口服 對對對 那就是每個地方的療程會有不一樣 用藥也會不同 再來是 之前做過基因檢測有一個家的基因但選的donut 沒有做這項檢測該怎麼辦? ISMC是有說你們可以透過金子銀行去聯繫到這位donut 願不願意補做這一個基因檢測 那如果說不行的話他們是建議不要用 你要嘛就是補測要嘛就是換人 再來 懷孕的時候可以做胎兒的基因檢測嗎? 像我們是有做過PGS檢測已經初步篩選掉染色的異常的胚胎 那你實際上的狀況還是要等胚胎真的著床 而且開始發展你的產檢醫師 試產檢狀況來建議需不需要做 再來 不一定 但機率很小 我自己有設想過這件事情 好可怕喔 我沒有想要發生這件事情 我沒有打算要生雙胞胎 但我有雙胞胎的基因 因為我外婆是雙胞胎 但是我希望是不要啦 如果第一次植入失敗的話 最快多就可以進行下一次的植入 一般的話 SMC是建議休息一兩個月 你要等到你的身體激素還有子宮內膜的狀況 可以回到你 真正就是開始做療程之前的狀態 才有辦法重新開始來過 全部重來過的意思 對 白話白話 購買金子的流程跟機購 我們其實有一支影片已經專門講了 這支影片叫做我們買金子了 請看 再來 其他亞洲國家或是歐洲國家的金子 也可以送去美國SMC嗎? 可以的 就是運費的問題啦 我們是選擇我們在哪裡做植入 我們就在哪一個州找金子銀行 這樣你的運送費用就會減低很多 再來 RSMC如果有亞洲分院 是不是可以做代理運母的服務項目 亞洲沒有任何一個地區或國家是允許合法代運的 再來 下一類 美國相關 來第一題 在美國的住宿跟交通是自己處理嗎? 機構不會做任何協助的 機構好像會 我看他們有沒有在一起 喔是喔 那我們都是自己來啦 當然你們也可以問問看 RSMC有沒有什麼推薦的 可以透過他們再去做了解 陳上題 美國整趟大約的費用是多少? 關我們租車費一個月就是6萬台幣左右 我們的機票是兩個人來回10萬 所以這樣是16萬 住宿我就不算因為我個人是住在同學家 非常幸運 不然應該也是要個10萬吧? 我覺得要 隨便一住一個晚上就是至少2000多塊嘛 再來就是吃東西 如果你吃很一般一般的東西 不是特別好 也不是特別便宜的那種素食的話 一餐大約是15塊上下 含睡 一個人 付費一個人 一餐 所以兩個人就是30 30 然後你要吃兩餐的話就是60 美金 大概一千包 不就算2000好了 光吃也是一個月大概要6萬塊 哇 32萬去了 我沒有花這麼多錢 沒有沒有住宿審下來 10萬塊是機票 然後6萬塊是租車 6萬塊是吃飯 入日住宿家軍是32 沒有的話62 再來 英文不好的話 在美國會不會有很多障礙 我個人覺得來美國最大的挑戰 絕對是跟機構的對談 但很幸運的是RSMC 就是有中文的窗口可以帶領你 所以這一個我覺得已經完全沒有問題了 所以剩下的可能就是比較日常 例如說你去餐廳點東西 check in 或者是租車的這些東西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啦 只是你敢不敢去表達而已 因為我覺得美國的外國人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都會知道 你可能是從外地來的 你可能不太會講 所以他就會慢慢聽你講 所以他有一點點微微沒有耐心 因為美國人講話很快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理解 因為美國人就是一個 大家都想來的地方 OK 最後一大題是關於兔郎還有恭喜的 那這個很多題目 其實就是如同你開場一開始說的 我們拍很多影片有完整的詳述 但是因為還是有很多人會一直問這件問題 所以我們就快速的帶過 好 來第一題 因為我人生中就是有一個使命 覺得我要有一個孩子 很簡單 對啊就真的這麼簡單 好第二題 會比較想要生男生還是女生 我那時候是想要生女生 我的胚胎的結果是男生的那個 胚胎等級最高 所以我最後就是直接選胚胎等級最高 所以最後我才會選了男生 然後他的話是 小圈原來全部都是女生 所以沒得選 總貴還是一男一女嗎 對 兔兔肚子裡的胚胎是自己的 還是狼的 我是生我自己的胚胎 他會生他的胚胎這樣子 遇產期是什麼時候 會生一個獅子座的寶寶 預計嗎 怎麼決定誰先植入 那個時候是算命 因為我姓黃 所以我就是目標要生一個兔年的寶寶 大家記住了 好多人問啊 快記住啦 因為很迷信 就是因為我姓黃 我要嘛就是生兔 羊 我生一個羊寶寶 因為我自己數養 代表36歲才生 所以我想要早一點生 就是生一個兔寶寶 狼預計什麼時候植入 他生一個蛇寶寶 就是蛇的前一年要植入的意思 對 或者是舌頭就要生 植入才有辦法生蛇尾 為什麼狼沒有一起植入 一起懷孕其實一點都不浪漫 如果兩個孕婦都這樣的話 沒有人照顧 我覺得是非常可怕的 務實面來說 就如同我們前面說的 我們希望 彼此畢竟是我們最愛的人 懷孕這麼辛苦 你能讓他輕鬆一點 就讓他輕鬆一點吧 孕吐沒有很舒服 如果兩個人一起孕吐 真的是 互相影響 原本沒有吐的聽到都吐什麼 而且你可能兩個人 還吐不一樣的東西 這不是很可怕嗎 這次很災難餒 預計什麼時候回台灣 我們快要回去 過年左右 什麼時候會辦領 收養 不是領養 是收養 因為我們還沒遇到 但理論上應該是 寶寶出生之後 拿到出生證明 我們就去報戶口 報戶口之後因為他是生母 然後我們有婚姻關係 所以我就可以收養 那小孩身分證上面就會有生母跟養母的名字 已經想要把完名字嗎 兩個人的小孩要跟誰姓 寶寶從誰的肚子裡面出來就跟誰姓 台灣法律就是這樣子 回去找生命的算一下這個名字 所以還在盤算中 只有小明 但他小明已經決定了 他就是要恭喜 診斷過程中 內心最煎熬的時刻是什麼 以及覺得最困難的部分 就是你目前經歷到現在 進入懷孕 比前面的療程都還要不舒服 真的要比的話我覺得 動軟的時候 也是偏痛 想起回憶了嗎 那時候動軟手術當天 痛到醒過來 再來 兔兔是怎麼舒緩心情的 以我的立場 孕婦會變得很沒有耐心 知道我兔是一個非常有耐心的好寶寶 但他懷孕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但他說他要關暖器的時候 你現在立刻馬上就要去關掉 我已經不舒服我才跟你說的 我並不是在那邊就是覺得沒有 孕婦說什麼 你就馬上去做就對了 就算你做的不是非常好 他也不會責怪你 就是順著孕婦就對了 孕婦最大心情最大不只是口號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的QA就到這裡了唷 希望這樣的統整 對於大家有比較大不貼的幫助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唷 想說掰掰 萬歲幹嘛 這麼激動 幹你屁屎啊 抓過來抱 抓過來抱一把 唉唷可愛 唉唷怎麼那麼可愛嗎 唉唷 好可愛的狗狗 好可愛的 好可愛的 好可愛的